我们现在是看一下CTPD-100C的接线 然后红黑是对应的是S1S2 然后黄黑对应M1M2 然后它过来之后这头 黄色和红色然后接在一起 然后加在这个S1的位置 接在这个电路控管器的S1位置 然后黄色的两个 现在我们看一下100C的接线 红黑对应S1S2端口 然后黄黑的话是M1M2 然后将红黄两个端口接在一块 然后加在这个S1电流护感器S1的位置 然后黑色的两个插头穿在一块 加在S2的位置 然后PEP2的话是对应电流护感器上边 现在我们看一下参数设置 测试为什么是CT 然后编号 这是楼主 然后电子 密质和便比 再加上电路25 然后二次电路的话是5万 频率是5万 频率是5万 脑主级约是P 最大电路是一样 然后一次电路设置是600 然后这个比 第一个话是10 比上0.8 然后这是我们的参数 然后直接开始进行测试 我们就能看到咱们现在的一个参数 这个是组织 在那个25和75度情况下 它的组织的速度 然后这边是一个粒子 电压 电压电流 下边的话是咱们的一个笔值 对应咱们这个电流护感器是600比5 然后它的笔值是120 这边就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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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比较差错 然后这是咱们一个运差的一个实现图 然后这是例词数据 这个话是例词曲线 我们这个测试就算是完成了